北纬30度 从地理布局大致来看 这里既有地球上外的最高峰 朱穆朗玛峰 又有海底最深处 马里亚纳海沟 世界几大河流 埃及的尼罗河 伊拉克的右法拉底河 中国的长江 美国的密西西比河 均是这一纬度陷入海 这里也是世界上 许多著名的自然及文明之谜所在地 古埃及金字塔群 石神人面像 北非撒哈拉沙漠的火神火种壁画 死海 巴比伦的空中花园 令人惊恐万壮的百目大三角区 远古玛雅文明遗址等等 朋友你好 欢迎来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1年3月9日 看大西洋日落 聊我们的故事 没有点赞和订阅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来分享给大家 您的点赞和订阅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表示感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世界历史地理中的 那些惊人的巧合 沿着北非三十度线寻觅 我们不能不提到距今一万两千年前 悲惨的一昼夜间沉没于海中的亚特兰蒂斯 也就是常说的大西州 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引申至很多古文明上的巧合 古外籍的许多习惯都可以在古代墨西哥找到奇异的记忆 在玛雅人的灵墓壁画中 可以找到与古埃及亡灵紧似的图案 这样的巧合不胜枚举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这两个地区的文化和习惯之间 一定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这个联系绝不是简单的模仿或重复 由于它们相距十番遥远 我们至今没有找到它们直接交往的任何有利证据 而且它们还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它们之间一系列巧合更像是远古时代遗留下的记忆 除了古文明的巧合 近代宗教也有其巧合之处 伊路撒冷圣城中的圣城 它位于地中海和死海之间的犹地亚地区之间 海拔八百米 五千年来 它被各方群雄征服过三十七次 曾八次毁于战火 但每次都在废墟上重生 它是世界上三大宗教的共同摇篮 世界上唯一被三大宗教 犹太教 回教 基督教 认定为信仰源流和精神指针的圣地城市 三千多年来 它在战火动乱中不断被破坏 又不断地被修复 冥冥中历史巧合与成全 让它成为犹太教 基督教和回教 从枯墙 圆顶 石殿 圣母教堂 到耶稣苦路十二处等 多少年来作为散距各地信徒 魂牵梦营的精神原相 耶路撒冷被千丝万缕的宗教情节所缠绕 更是当代政治和宗教纷争的焦点所在 再来看遇刺之谜 林肯与肯尼迪都是遇刺身亡 两人都有极多相似的地方 亚伯拉罕林肯于1846年进入国会 约翰肯尼迪于1946年进入国会 相隔一百年 林肯于1860年当选美国总统 肯尼迪于1960年当选美国总统 相隔一百年 两人的姓都有七个字母 两人都对公民权有特殊兴趣 两人的妻子在居住于白宫期间 都有流程的经验 两人都在星期五被暗杀 两人都是同步重担 两人的凶手都是南方人 两人的总统继承人都是南方人 继承人的名字都叫穷孙 继承林肯的安德鲁·穷孙 生于1808年 继承肯尼迪的林登琼森 生于1908年 刺杀林肯的凶手布斯 生于1839年 刺杀肯尼迪的凶手奥斯华德 生于1939年 刺杀林肯的凶手从一间戏院跑出 在一间仓库被抓获 刺杀肯尼迪的凶手从一间仓库跑出 在一间戏院被抓获 而两个凶手都是在审判 尚未开始时遭人枪杀 铁达尼号估计朋友们了解的比较多 接下来咱再聊聊铁达尼海难之谜 1898年 英国作家摩根·罗伯森写了一本名叫 《徒劳无功》的小说 小说写了一艘号称永不沉默的豪华巨轮 名为泰坦号 从英国首航驶向大洋彼岸的美国 这是人类航海史上空前巨大 也最豪华的客轮 船上装备了当时力所能及的一切华贵设施 满船装载的都是有钱的乘客 人们在这艘巨轮上尽情的享受 但是这艘巨轮首次出航就在途中 撞上了冰山 悲惨的沉默 许多乘客葬山海底 谁也没有料到 这本小说中写的故事 竟成了14年后不幸的现实 1912年4月4日夜间 当时最大的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 因撞上了冰山而沉默 悲剧发生后 有人突然就想起了这篇小说 两者还有众多的极其相似之处 比如两船都是初次出航就沉默 其原因都是撞上了冰山 肇事地点都在北大西洋 船名泰坦号和泰坦尼克号 航行的时间都是在4月份 航线都是从英国到美国 遇难月份都是4月 乘客人数是3000人和2207人 救生艇数目是24和20 再重量75000吨和66000吨 长度800米和882.5米 碰撞时速度25海里和23海里 螺旋桨数目都是3个 乘客伤亡惨重的原因 都是船上的救生艇不够 一瞬间有没有感到很惊奇 再来看战争的巧合 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惊人巧合 拿破仑于1804年掌权 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 期间相隔129年 拿破仑于1809年占领维也纳 希特勒正巧是在129年后征服维也纳 拿破仑在1812年攻占莫斯科 希特勒正巧在120年之后攻到莫斯科城下 此外两人本身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拿破仑每做一项重大的决定 哪怕战斗在最激烈的时刻 他必须会沉入半梦半醒间 十分钟之后再给部队发布战斗命令 希特勒也是如此 也是在半梦半醒迷迷糊糊之中 做出于整个战争命运 休憩相关的决定 而最奇幻的还要属肯尼迪家族的诅咒 肯尼迪家族一直是世界性的谜团 但事实好像总是在证明它的真实性 当小约和肯尼迪的飞机失事而下落不明以后 伦敦卫报是这样评论的 说诅咒若是针对整个王朝 那么它还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吗 如果整个肯尼迪家族的悲剧 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 那么他们拥有的权力和金钱 也败这种超自然现象之次 历史上对这个王朝所遭受的无数诅咒 而进行的描述越发坚定了我们的信念 这个家族是上苍注定要与众不同的 从1941年开始到1999年间 已经有近十位肯尼迪非自然性死亡 下面咱们来捋一下肯尼迪诅咒的全记录 1.1941年 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 6.1968年 肯尼迪总统长子罗伯特遇刺身亡 7.1984年 孙子戴维死在药物过量 8.1997年 孙子米歇尔死于滑雪事故 9.1999年 孙子约翰死于飞机逝世 这里还有几条需要注明的事 杰奎林肯尼迪是约翰肯尼迪的妻子 嫁给希腊传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 奥纳西斯的儿子及他自己相继死亡 爱德华肯尼迪肯家的小儿子 最后一个男丁 1964年在飞机逝世中重伤 据其兄长遇刺7个月 1969年7月18日 参加一场朋友聚会后 开车经过马尔省的一座桥梁时 失控坠落 一名女助理死于车内 与此类情况相似的 还有摩纳哥的 南尼埃亲王 格里马尔迪家族 据说700年前 格里马尔迪家族 一直笼罩在一个诅咒之下 所有家庭成员的婚姻 都不会长久 几百年来 格里马尔迪家族的确实 发生了很多不幸 兰尼埃亲王决心 亲手埋葬这个不幸的说法 1956年 她与美国好莱坞女明星 格雷斯结婚 婚后两人相亲相爱 平安无事 并且生下了两个公主 和一个王子 1982年9月13日 格雷斯驾驶的座驾 不知为什么突然失控 掉进沟壑 车祸身亡 南尼埃亲王 孤独一生 如此种种 不一而足 巧合通常被认为 是相对罕见的一种状况 因为概率较低 往往能够给人带来惊奇 又或者是惊吓 世界很大 有些事情感觉 她就是冥冥中注定的 无论信与不信 我们生活中 还真的就经常发生一些 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事件 好 以上是本期的视频 感谢您耐心的观看 咱们下次节目再会